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我跟你在聊他的过程中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 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个人的这个规则系统和 和秩序感 那如果说呢 现在有一个人要进入到你的生活中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可能就是 你因为要和这个人相处嘛 所以你之前的这个规则和秩序 你可能要被迫做出很多改变 甚至要推倒重来 这个代价你愿意付吗 其实是这样子 在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自由地去设计你的所谓的规则 因为也不存在规则 如果有不同的这个能量和人 进入到这个里面来 势必大家在相同的部分 比如说这是两个人 在这个部分 重叠的部分有多少 这个其实不断地在调和 在分享 而这种调和和分享 在我现在看来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并不是追求说两个人是这样的 但是我追求或者我觉得期待的是 两个人是开始是这样的 慢慢是这样的 对 偶尔会这样 但偶尔也可以各自尊重 对方的这样的状态 是偶尔还是大部分事情 我觉得是偶尔吧 因为如果我觉得两个人是有缘分的话 这种机会一定会被两个人都接受 甚至是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 对 因为人只有在美好的时候 你才愿意去更多地去体验 更加深这部分的感受 对 所以我觉得这很理想 真的是理想 是理想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为理想去多去体验呢 对啊 因为大家觉得现实都是那样的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就放弃跟这个的 就是保持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尝试 用理想的方式去感化跟影响它 但是你不觉得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关系的模式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式的相处吗 因为毕竟是两个个体 你很难选择两个人一模一样 我觉得你能控制人类 我觉得别人不太能控制你 其实我并不想 或者说我并没有刻意地要去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可以做到 有一点控制的感觉 那也是你愿意 对吧 这就难了 人生最难就是心甘情愿 对啊 所以当你不去控制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那种若即若离的这种感觉 虽然很难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像你说的 其实它是蛮美好的 而且这个就像走钢思逸啊 第一次你肯定很难 或者一开始你肯定是很不稳的 慢慢找到那个感觉以后 这种平衡感其实还非常享受的 当然不等于就没有风险啊 对 但是人生不就是不断地在走吗 不断地在走 最后你发现也走过去了 对啊 就我觉得控制和反控制的一直都是亲密关系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没错 没错 因为本能的人都是想控制的 他不是说你要不要的问题 就本能的会想控制 甚至一边讲我没有控制你啊 但是实际上你说的很多话 做的很多行为 其实就是在控制 对 所以挺难的 但是呢也蛮有意思的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慢慢能看到自己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我觉得是 至少我现在的体验相对会比较容易放下一些 晚上有点凉 还行 还行 还好 我觉得还好 我上个洗手机 好呀 你是不是觉得这对话特别无趣 没有 你觉得 你觉得我感觉上很无趣吗 我不知道 可能我们的这种谈话方式对你来说 可能有点太小儿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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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 其实我觉得很 很享受 我不知道你有 会 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有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说的你 觉得我没有再冒犯你就好了呀 没有 其实一般情况下 很少这么就是单刀直入的去问对方的情感啊 然后家庭啊 嗯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方式 明白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说 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 嗯 然后 然后去了解到一些更多的经验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可贵的 嗯 就是我在这个交流里面 嗯 然后我确实是就是感受到了 嗯 很多 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价值特别大 嗯 谢谢 对 谢谢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 谢谢 你觉得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留在下次吗 对 我觉得因为这种场合肯定就是说嗯 大家就是先建立一个初步的熟悉和了解嘛 是 但是总之来说我觉得嗯跟您聊天特别愉快 对 彼此彼此 我也觉得 有 有那么点不同 因为北方姑娘嘛 然后说话就比较值 可能跟你个职业 可能和南方不太一样 又正好是你最不喜欢的那个 不会 我觉得这种方式对我来讲也比较特别的体验 第二呢 就是毕竟您比较会打开话题 那我觉得在这个话题里面 我是很享受的 而且呢 就是 能够很顺畅的去做这样的一些交流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总之没有让您觉得冒犯就好 不会 哪怕是我觉得有些争辩 其实也未尝不可 更何况我觉得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是您包容了 谢谢 没有没有 真的 谢谢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交谈也好 还有沟通也好 就是 就是还是留待下回呗 我觉得你人生好丰富 只能说幸运 对我来讲是一种幸运 但是并不是由你自己所谓的预先设置好的 恰恰是你完全是被带着走的 走着走着觉得慢慢开始自己就像跑步一样 跑到一定程度他开始自动的在那里跑的时候 那种好感觉才开始有一点点对 或者说准备上到的感觉 但不一定 但这种感觉已经挺好了 那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叫幸运 你觉得自己幸运吗 幸运 我觉得幸运不是说你遇到什么 或者你得到什么 而是幸运的是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那假如说还有选择 就是说你还愿意再经历一次人生吗 我想可能愿意不止一次吧 明白 强悍 这是个超级强悍的回答 谢谢谢谢 来干个杯吧 谢谢 谢谢你 他这个门比较小 来吧 拉一些 那你往哪边走 往一样 往右边 他往前走一道吧 你说你那么看不上北京什么情况 没有看不上 没有看不上 还说没有啊 处处都是好吗 是吗 好 那我们就先这样吧 好不好 不要来 不要来 加油 好 下次再见 下次见 下次见 好的 一定见啊 OK 打电话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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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alten Glorz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